本人黃錦輝 謹以致誠,確實聲明及確認 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黃錦輝議員,我想提提你 你剛才讀出的誓詞有些不清楚的地方 麻煩你再讀一次 本人黃錦輝謹以致誠,據實聲明及確認 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我相信大家不會關心這個題目 叫做立法會的補選,補選完大家都不知道 話說有四個位要補選 有些人就走了去做問責官員 最後六個人去參選,四個就會當選 裏面六個人有兩個就被發現 竟然是沒有留了支持同意書 是這麼低級的錯誤 什麼叫支持同意書呢 跟別人認一張合照 做這個宣傳 或者別人說要支持這些候選人 是要支持同意書的 這些是很基本的事 其實有兩位候選人都留了 其中一個叫黃錦輝 這個中大工程院的副院長 鄭世妮 當他宣誓那天都讀了兩隻字 他就說自己專門已經練了四五次 我練了四五次都可以讀錯兩隻字 其實那篇宣誓的世文很少字 你都可以讀錯兩隻字 你是不是廢 其實基本上不用練 一走到一走過去看著就讀 你要練過這麼奇怪 還要練四五次 還要練完四五次都是錯的 給陳維安立法會秘書抓回你 要你重新再宣誓多一次 哪有這麼垃圾的人 工程院副院最不要誤人子弟 連這半字各子你都不認識 這樣也算了 然後那些記者問 為什麼之前你不搞支持同意書 我不會回答這個問題 記者問為什麼不回答 我為什麼要回答 你真厲害 他王金輝 你自己做錯事做漏事這麼低能 基本上這些人不會犯錯 雖然李家超的團隊 和鄧飛也犯過這些錯誤 你還沒問 解釋為什麼自己會犯低級錯誤 我發爛爪 我不會回答這些問題 我為什麼要回答你 你索性 看見記者你碰行碰過 當那些記者他沒有到 要親口過去 以為那些記者問你一些 你會歡迎的問題 誰知道 當然就是問你 你做什麼事 又讀錯誤 你做什麼事這麼低能 連這些支持同意書都留 發爛爪 未正式做立法會員 就擺放官威 你選什麼了 少少立法會員 黃錦輝 認識你老鼠嗎 這些垃圾 都要擺這些態 然後他當日就跟李家超 因為李家超去吃飯 那些記者就串他 問他話 有沒有跟李家超去說 你漏了這個支持同意書 李家超團隊都試過 他說我們聊聊天 你覺得這麼認真嗎 原來那些人好像你這樣做事 做事不認真嗎 跟李家超你應該認真些 去反映一下你的意見 你剛剛當選做立法會議員 有什麼你觀察到 譬如在Google事件 譬如在人大釋法事件 你有什麼政策兩方可以幫李家超解決一下問題 因為現在相信在疫情問題等等 人大釋法和Google事件 頭都戴上 我說不是 不是 為什麼這麼認真 你看這些質素 怎麼五光十色 好像有一個中醫的民建聯 幫了一些同事去把脈 但是問到記者 問他英文的問題 立刻要勞煩 周浩鼎 李慧婷幫他頂 其實你有什麼抱負 他都答不了你 其實這些要讚 他為什麼 簡直不應該做立法會議員 浪費了你 要做特首 你有李家超英文的水平 其實有資格做特首 做議員真的浪費了你 公聯會就生氣了 那為什麼生氣了 那六個人 四個當選 兩個落選 兩個落選 就好醜 好醜 六個選 四個你都輸 前陣子選人大 四十二個人選三十六個位 如果六個輸那些 你都醜四怪 其中一個叫範徐利泰的兒子 竟然四十二個 只有六個落選 都輸 七個只有一個輸 抽籤都挺難抽中 偏偏他就輸了 除了他之外 公聯會 副會長都輸了 而在立法會補選 公聯會的候選人 六個還要爆尾 公聯會不抽筆都好像不開心 你們要檢測一下 你們是不是在壓抑我們的勞工聲音 說真的 你公聯會 你真的有多代表勞工聲音 立法會有很多職安條例 那幫這樣的代表商界的議員 例如龍翰彪 陳曼琦她之流 曾經都試過拉隊離場 又在這裡拉布 職安條例 其實我認為政府已經跟你商界 大地產商 承建商很大妥協 你看正進建築的地盤又出事 可以連續三天 有三宗人命的傷亡 到現在處理了大半年 都還未通過這條條例 繼續拉布 繼續玩東西 根本就不當香港勞工的人命 是一回事 是完全剝削 這些很離譜 只不過現在增加你罰款 給執法部門多些時間去搜證 希望那些所謂的負責人 可以負上刑事責任 每次罰款幾萬元就算 是人命死亡 都罰幾萬元就算 好了 但是你公聯會 其實在這麼多年來 你為勞工界爭取過什麼呢 那就是是不是你的建制派不受歡迎 就等於 就剝削勞工聲音 雖然剝削勞工聲音 在香港不斷都存在 其實你都要檢討 那為什麼這樣覺得 你站在勞工的對面 是此其一 第二 那現在的建制派 現在的立法會裡面 連少許 想合理少許爭取勞工的聲音 譬如職安的條例 都要給你們這樣阻言 這是香港的悲哀 所謂國際的大都會 但是 除了真的很多罪案 變成大都會之外 很多勞工本身的問題 都是這麼多年來沒有改善過 譬如標準工時這些 上屆政府答應了 答應了七年了 到現在都未立法 甚至是連立法的意欲都見不到 至於說 是不是一定英文好 才能做立法會議員 那說真的 現在立法會議員有什麼水平 那些人都不期望你那些 語言能力好不好 基本的論證水平 但你好像馬逢國組做了這麼多年 做主持會議是主持會議 代梁君彥做主席都可以 終於說完事了 可以睡覺的 所以對他們哪有期望 我記得田非倫說過一句說話 這班忠誠廢物 黃錦輝這些不是忠誠廢物 甚至忠誠我們都不知道 現在立法會選那些什麼人 如果九十個是太多 不如減他三十個就算 反正分別都不大 當李慧琼、梁君彥強調我們 不是橡皮圖章 我想請問 今屆立法會有什麼不應該通過的議案 你們是有阻止過 應該要通過的職安條例 遲遲都未通過 繼續被你這班商界議員去阻撓 其實真的 如果是九十個 你拼不到有九十個人是合資格的 三十個或者十個 三個就算了 不要搞這麼多 四隻一字 刁人現眼